王一博 在第一轮激烈的竞争中落选 但王博非常喜欢蓝忘机这个角色 第二轮选角 他再次游记了照片 只可惜这一次还是被嫌弃了 尽管两次都被发了好人卡 但最终试镜那天 王一博还是鼓足勇气 马不停蹄地从外地飞到剧组 而制片人杨夏 在看到他本人后 心中有个强烈的声音告诉自己 这不就是自己寻找的蓝忘机吗 王一博身上自带清冷低调的气质 即使还没换上角色的戏服 给人的感觉就很符合蓝二哥哥 所以杨夏当场拍板 就让他眼蓝忘机 然而能够出演陈情令的男主 却让王一博的惶恐多于兴奋 因为在原著中 蓝湛是一个内敛含蓄的人 刚进组时 他找不准状态难以入戏 前期还误把眼神飘忽定义为高冷 导致前几集播出时 被观众骂惨了 如果不是莲花物将是惨遭灭门 魏无羡本可以一直无忧无虑 后期他万念俱灰 化身为怡灵老祖 从外在的开朗到内心冰冷 不论是意气风发的魏无羡 还是运筹帷幄的怡灵老祖 肖战都把角色的变化 全是得入目三分 反观合场西版魏无羡只有杀气 雨夜穷奇到雨兰忘机决裂的戏码 被他演得像是和仇人放狠话 所以看过的网友都表示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他演的是魏无羡 只看眼神还以为是很辣阴险的薛阳